這批股份是可以考慮的 但是問題是日據那件事 雖然美國現在又開了一口 說可能夏年有機會提前加息也好 但是記住有一段時間 所以大家也比較關注 本地經濟狀況 可能恆大事件對他們的影響 所以本地的金融股不是可以撐的 但是可能這一段時間只是短線 反而如果大家有買了開美股的話 反而那邊的金融股我覺得更直迫 有人留言問你覺得銀行股 寧願買美國那些銀行 你比較推介的是什麼呢? 美銀還是花期還是其他? 會不會你剛才說的就是高盛? 如果年初指金表現的話 反而你說好像JP和高盛 好像要落後一點 好像你說好像美國銀行 好像表現是好一點點的 就是三星星和他相差太遠 但是只不過因為本身 你也可以說 那個息口和比較處於低迷的時間 銀行股又表現是差一點的 但是假設下年真的開始 那些銀行股上去 那些十年期借息上去的時間 怎樣也好 銀行股一定是受惠的 所以就變成現在這個位置 追回銀行板塊 特別是美國那些 剛剛提到的 那些我覺得沒有什麼 就是用一個報告去看 就是說那個報告裡面 你一部分 可能你說是拿著 剛剛我所說的那些 其中一兩隻的話 那我覺得OK 好,OK